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拍取料除了年初我拍过之后 跟着都没拍过 直至最近差不多夏天的尾我再继续拍 先前我去了城门谷公园也出了两条片 如果大家未看可以重温一下 城门谷公园以我所见有两种普通取料 而今次和大家去到青衣公园 青衣公园应该有一只白空翡翠和两只普通取料 而我亦会分三条片跟大家分享 第一条主要是普通取料 第二条就是白空取料 第三条片就是混合 两款取料都有 今个夏天青衣公园一直都有普通取料和白空取料 但这只普通取料有些传奇 在8月中的时候小翠曾经不见了几天 影友说小翠被红嘴蓝鳥打伤了 也有些影友说小翠被红嘴蓝鳥吃了 在小翠失踪了几天后 突然影友报料小翠又回来 但这只小翠是新来的 而过多段时间另一只小翠又出现了 有些影友说是原本那只来的 而我分不出了 如果大家知道的不妨在留言报下 8月底天气很热 但也吸引了很多影友去影翠翠 其实翠翠翠在青衣公园长年都出现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特别多影友呢 原因很简单的就是河花了 各位影友今年都会发现 香港的河花开得特别迟 往时6月至6月中河花已经盛开了 而今年同一时候 只有极少数的河花开了 要等到7月中打后 那些河花才陆续开 而我是影雀的 当然希望的脆料在河花的莲蓬上出现 要等到这个画面出现 其实很考耐性 有时等整天都不会上一次莲蓬 而青衣公园的河花 它们的河花池边都很远 如果以镜头来算 我就要用600M镜头再加个二成才够大 有时甚至乎还要用APS-C Mode 或者再裁照相 所以在这些场合 相机的解像度越高就越好 因为事后还有机会给你慢慢裁 先前我在城门谷公园 我用Canon的R3 再加上604光圈镜头 再加1.4 R3的解像度只有2400万像素 但好在脆料都不是太远 要裁展都不是裁太多 事后在Light Room做一个Super Resolution 将个像素加大 出来的效果都不错 而今次在青衣公园 因为河花池的范围比较大 脆料有机会近 亦有机会比较远 例如在对面岸的树上 所以今次我打一套Sony来了 Sony的Alpha 1有5000万像素 就算裁了APS-C Mode 都有2100万像素 都勉强强强够 而在Light Room 亦都可以做一个Super Resolution 将像素加大 出来的效果都挺理想的 今次戴的镜头都算够长 而相机解像度也都算足够 但仍然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有光圈 因为600虽然有4光圈 算很大 但加2乘就变8光圈 正常的阳光下环境 就没问题 当有云遮遮太阳 环境比较暗的时候 你会发觉 ASO用到比较高 如果脆料站定定的 快门需要太高 ASO都没问题 但当你要打飞的时候 它有所动作 你的快门就用到几千分之一秒 就算阳光之下 ASO很狠的都用到6400或甚至以上 在这个时候 大光圈的长镜优势就显现了 假设我用Canon RF811光圈 再加个1.4或加个2成 光圈就会变成16或22了 在阳光普照之下 ASO都会很高 打飞来说基本上都没可能 而如果用Canon R5 它的对焦范围 就是限了中间的四方框 只是用R3的时候 可以全画面对焦 所以如果用小光圈镜头 都要留意一下 机身可不可以全画面对焦 而我都算好幸运 小翠有一两次 在我面前比较近的莲峰上面出现 虽然现在大家看到画面 小翠很大隻 以为很近 其实相当之远 拍摄的时候 其实真的用了600mm 再加2成 即1200 再加上APSC 等效焦距 已经去到1800mm 而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 我是将这个视频 再采放 再放大了 所以解像度 锐利度 都会差一点 但在大电视上看 效果都不错 在影商的过程中 手后的时间是非常之长 如果大家烈日当中 都不顶得多久 所以建议大家 带充足的水 也要带遮遮遮太阳 另外要提提 除了人要遮太阳之外 相机也要遮遮 因为相机太阳之下 暴晒几个小时 相机的表面都热得很紧 也会令到相机有机会 近期我试过几部相机 都在差不多情况下去用 我发觉 各部相机有不同的表现 表现最好似乎是Canon R3 因为我在太阳之下 不停曝光 我人都差不多顶不住 相机完全没问题 无论是录影也好 或者是影响也好 都没有过意的警告出现 而排第二 就是Sony Alpha 1 虽然我上一次拍摄 他都有过热自动停机 但当时的影响情况 都是一部Alpha 1 在阳光之下暴晒了很久 而不断地在拍片 所以部机才自动关机 但当你再开机的时候 打个影响也完全无事 而我觉得这样都可以接受 因为始终是相机 我们的影响方面 完全无问题 只不过拍视频的时候 只要留意一下 而排最尾那部 就是Canon R5 这部R5最初买的时候 都发觉它很容易过热 近来经过一个新的 frameware update 对这个过热 已经改善很大 但在烈日之下 曝光 它拍照 都仍然会有warning出现 如果你要拍片 它会更加快 自动关机 如果想延续 R5的工作时间 那怎么做呢 其实都很简单 拿顶帽 或拿东西 遮着相机 让它不要直接曬 那个拍摄 或者录影时间 都会大大延长 今次说到这么多 遲些就和大家分享 欢迎留言 和给like 未订阅的 记得订阅 拜拜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只需要按订阅 和按这个小灵图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载的通知 最后 记得给like我们 多谢各位